大家好,又來到我Nedchan頻道的時間 這一集節目就是賠率先機 每次賽事,每一場馬,我都會講兩種飛數 第一種飛數叫受歡迎馬,或者棟哥說的排隊馬 受歡迎馬,或者排隊馬的名字很虛無飄渺 簡單來說,就是一群人想著買某些馬 但他們在想著,未買六馬會 這就叫受歡迎,或者排隊馬 越多人想著,就是越受歡迎,或者越多人排隊 第二種飛數叫古惑飛 看看隔夜有什麼大飛打到某些馬 真的打到馬會那些馬 尤其是飛大熱門 有些公眾熱門,隔夜買了兩三萬元 其實不是很特別 但如果一些飛大熱門,或者比較刁鑽的彩廚 像是Q、二重彩,不是Winplay那些 都隔夜已經打了下去 真的值得注意 所以我都會抽出來和大家分享一談 上期賽事的古惑飛就熱吃,沒有什麼冷滿的驚喜 但都是熱吃的世界騰王 金會星星和美場的風雲武士 就是星雲少爵而重彩 未有冷滿的驚喜 希望這次排隊馬受歡迎馬 或者古惑飛和古惑飛 有些冷滿的驚喜 事不宜遲 第一場賽事 第一場賽事 受歡迎馬第一梯隊 四號極速之旨 受歡迎馬第二梯隊 五號世襲陰星 和八號大盜智 看看大飛 大飛 首先有一個 孖寶 五射六一 五射六一 世襲陰星 射落蟬盛部區 現在注入孖寶 繼而 其實所有飛都是五號Winplay 和六號Winplay 大部分都是五號Winplay 六號Winplay 世襲陰星 和逐步贏Winplay 主要是這些 然後有一支是Q 三四 華卓晴 極速之旨 但大部分的Winplay 都是世襲陰星 和逐步贏 好 第二場賽事 受歡迎馬第一梯隊 二號保羅成全 和六號敏捷神區 受歡迎馬第二梯隊 一號蟬盛部區 看看大飛 大飛 一二有條Q 買了萬一元 一二有條Q 買了萬一元 第三場賽事 受歡迎馬第一梯隊 四號搖 四號描算搖騰 受歡迎馬第二梯隊 九號赤火 和十四號競進天下 看看古惑愛菲 tranquil 古阿菲,10號PACE,打了三眼下去 魅力一心有著PACE,打了三眼下去 第四場,受歡迎馬第一梯隊 6號勇進齊心,8號天時明驅 受歡迎馬第二梯隊 3號亞洲力量,4號上市魅力 先看看古阿菲 古阿菲有著2號活力多多PACE,打了三萬多元 說完第四場,第五場說之前 通常那些古阿菲有什麼作用 或者排隊馬受歡迎馬,尤其是一些濫滿 對我來說有幾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本身有些濫滿心水 如果見到古阿菲或者受歡迎馬 我就會覆核一下那隻馬 我就會覆核一下那隻馬 究竟我是否看漏了什麼呢? 我就會研究一下 這就是古阿菲的作用 這就是具思考過程的用法 如果你不想有思考過程的用法 你不想的了 但你便要平均駐馬去每個古阿菲 都可以跟一跟 你不要看全部駐馬 頭二三場買完 然後說古阿菲不中 然後四、五、六、七、八場中 那你就很無忍了 因為這段片 你可以看八場古阿菲是什麼 你可以平均駐馬賣下去 到時看看派彩又沒有 這就是北京思考的用法 但是你要辭之以行 不是說頭幾場不中就不賣 那這些就不是辭之以行的做法 好了 那我們去第五場賽事 受歡迎馬 第一梯隊 九號鑽式澳場 受歡迎馬 第二梯隊 十號奧華威威 和十二號營道爆 第五場 武古阿菲 好 第六場 受歡迎馬 第一梯隊 六號鑽式吹燦 受歡迎馬 第二梯隊 三號盛世明區 和七號王者風火 看看有沒有古阿菲 古阿菲 熱門 沒有特別 好 第七場賽事 受歡迎馬 第一梯隊 八號好拍檔 受歡迎馬 第二梯隊 二號喜智寶 三號易敬力 和十號愛馬仙 看看有沒有古阿菲 古阿菲 都是沒有的 好 到第八場賽事 受歡迎馬 第一梯隊 五號精彩動力 和十二號雪山神區 受歡迎馬 第二梯隊 二號黃腳 看看古阿菲 古阿菲 這個也是熱門 但這支WIN打得比較大 三萬多元打下去 首度再來三萬多元 那今天的古阿菲就分享完畢了 我觀察到第一 古阿菲比較少 這也是非常正常 首先今天只有八場賽事 和夜來賽事 場地 不是太早 你可以預料到 所以你說古阿菲 沒有太早打下去 都是正常 他可能想觀察一下 那些臨場場地 絕對不是說 早了一拍 其實我日日拍的時間 差不多 日晚或者夜晚 我時間很穩定的拍 所以沒有說早了一拍 而少了古阿菲 而是今天是沙田夜來的賽事 你和我看影片的朋友 都不會這麼早 覺得場地是會利放利追 所以這些是錢 所以他們都會珍惜這些錢 他們不會這麼早打下去 除非極度有信心 這樣想場 可能就要看清楚場地形勢 再買他們 不過講完這麼久 都有些顧劃飛 還有排隊碼受歡迎的碼 依然在這裡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和按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和我分析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和我分析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和我分享我的影片 給朋友提提 去宣傳的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 還沒見 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要留一些精彩的留言 如果有些精彩的留言 我會發一些精彩的回答 Youtuber就會知道 是一個非常之適合的頻道 就要分享一些影片 給更多Youtube網民看 更多Youtube網民看 自然令到view數上升 除了令到非常之美 的廣告收音 再增加一點 希望大家多支持 同樣 我這個頻道 昨天也上載了 《Netchern 馬膽》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記得看 給個like 留個言 支持一下 最後希望大家來到我Youtube頻道 《Netchern 談賽馬》 主要做一些直播節目 例如即場足球投注分析 直播計劃 《美場即場加賽銀利港》等等 還有我另外一個頻道 你現在看的頻道 《Netchern 頻道》 按按訂閱或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個鬧鐘 全部都是我所有的新片 你都有一個通知 或者是Nodocations 第一次人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ATC